每户人家获得四个口罩 4月8号新闻最正点 由日本第一组模品牌BabyFood赞助播出 行动管制令来到第22天 我是马来西亚南台郑冰宴 新闻最正点持续为您报道正能量新闻 国内新闻 出院者多过确诊者 卫生总监诺西山今天宣布 大马新增156人确诊 累计确诊达4,119人 新增2人死亡 累计死亡人数达65人 不过也有166人治愈 累计出院达1487人 每户人家获得四个口罩 为了加强防范 我国政府决定送给每户人家四个口罩 总数达2462万个口罩 雪州苏丹祝福子民安康 根据惯例 殿下每一年都会举办开斋节开放门户活动 与雪州子民同欢庆 但是今年碰上新冠肺炎 雪州苏丹只好忍痛宣布取消有关活动 殿下表示 期盼新冠病毒能够尽早散去 人人恢复以往健康繁荣 平安的日子 接下来是商业资讯 抢救阿婆脚 日本销量第一的足膜babyfoot 脚胃太臭 很尴尬 鸡眼很大 很痛苦 脚皮太老 很难看 快来试试日本销量第一的足膜babyfoot吧 平时工作繁重 没时间保养 不如趁行动管制令期间 保养我们的双脚吧 babyfoot是足膜界的明星 荣获世界精品大奖的特别金奖 也是日本cosmet大赏的冠军 它拥有17种天然成分 能温和地去除我们的老旧脚皮 解决脚位 肌炎等问题 只需穿戴一次 就能在7天内 让你的脚板 焕然一新 恢复baby嫩足 babyfoot在全球50个国家热卖中 预知更多详情 欢迎扫描二维码 谢谢日本第一足膜品牌babyfoot 如果不是必要 就减少出门 也不要参与聚集活动 在出入公共场所时 也记得要戴上口罩 推特CEO捐10亿美元 推特的创办人兼CEO 把自己身家的28%捐了出来 以支援抗疫 这种值10亿美元的资金 会用来资助有关新冠肺炎的研究 报道指出 这项捐款是目前为止 和新冠肺炎相关的 最大笔个人捐赠 英格兰小姐 投身前线 人美 心更美 24岁的穆克吉 是2019年的英格兰小姐 她曾经是个住院医师 疫情爆发后 她主动联系医院的管理团队 表示自己想回到工作岗位 她表示 是时候让身为英格兰小姐的她 来为英格兰服务 从1月23号开始 武汉经历了长达76天的封城 在这段期间里面呢 当地民众见证了许许多多的离别 愤怒甚至是绝望 现在武汉终于解封了 让我们一起来祝福当地的民众 能够早日摆脱阴霾 恢复正常的生活 谢谢 中国有激健狂魔的称号 中国速度文明世界 但这次武汉面对疫情 也花了76天才能解封 那到底马来西亚要花多少天才能解封呢 就要靠你我的努力了 感谢您收看今天的新闻最正点 我是马来西亚南台 郑彬燕 祝你们平安健康 我们明天见 我就是要你 我就是要你 我就是要你好看 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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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Zither Harp